我们常介绍的那个生存期限 包含凸形、肢叶形跟凹形 就是这边的甲乙笔 我们多以动物为例子做描述的 但如果是植物呢 其中这个凸形的 其实是草本植物 而为什么 因为它所长出来的种子们 都能萌芽 都能长出小幼苗 因为清代都死光了 在去年东西全部都死光光 所以它种子全部都能发育 然后就开始生长生长生长 然后到了后面 为什么大家一起 呦双率变好高哦 因为秋天来了 冬天来了 所以到了晚期 它的死亡率变得很大 这是一年生草本植物 它的生活 它的生存期限长这样子 跟动物的不一样 因为动物的凸形 你都会想到大型的哺乳动物 像我们会育幼 所以我们是凸形 但植物它的生活史 跟你不太一样 它一年生草本的小时候 不容易死 因为没有亲战跟它停车 长大了 为什么死亡率那么高 因为时间到了该走了 然后把这个资源留给它的子带 那如果是凹形的 像这个饼呢 其实是多年生木本 就是多年的木本 为什么呢 因为多年生木本的植物 就是大树 它的种子们 几乎都不能萌芽 因为萌芽都被它的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的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的阿公阿嬷 都还在啊 就把它挡住 都没有阳光 之间是什么 就是多年生草本 我这个草本植物可能 这个草可以活四五年 那么它在刚出生的时候 它的种子们 有一些可以萌芽 有一些萌芽之后 被青代或阿公阿嬷竞争掉了 因为资源被青代牺牲掉 然后长大之后呢 一部分的个体 已经到了第四年第五年了 就自然死亡 会被吃掉 虽然每个阶段的死亡率 差不多就出现一个直线性 这是多年生草本 所以这三个图应该加一并分别为 一年生草本 多年生草本 及多年生木本 以上就是第五题